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的中午時份 香港各區又再出現搶米潮和搶蛋潮 聯合國糧農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托雷羅警告 說世界各國所實施的防控措施 恐慌會導致全球糧食短缺 因為各國為了防控和確保物資充足 紛紛提高關稅和限制出口 同時又在國內實施禁足令等措施 目前世界上哪些國家正在實施糧食出口的限制 包括哈薩克 作為世界第九大小麥輸出國 已經禁止出口小麥麵粉、紅蘿蔔和馬鈴薯 至於世界第三大杜米輸出國越南又如何? 有些消息說他沒有禁止 有些就說有 實情根據路透社消息的報道 就說他們停簽了這個杜米輸出合約 到3月28日 到時他們再檢視一下國內的存量 究竟是足不足夠供應本國的市場 然後再作定奪 故此越南有幾天是空白期 因為完全沒有簽到新的大米出口合約 在這種意義上等同於大米出口禁運 至於泰國又如何? 泰國宣布了由於國內消費市場緊張 很多人都購買雞蛋需求急增 故此泰國會在3月26日開始禁止雞蛋出口七天 因此大家落到超市的話 就應該看到貨架裡頭是空空如也 一隻泰國雞蛋都不會找得到 這個糧農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托雷羅說到 雖然目前全球糧食狀況看起來好像正常 但在幾個星期之內 糧食的問題就會逐漸浮現 並且隨著蔬果進入收成的季節 會在兩個月之內惡化 因為限制人口流動只是禁足令 雖然有助防控的工作 但踏入收成的季節 蔬果的農地很難照顧熟練的臨時工 很多農作物可能趕不及在腐爛之前收成 他認為各國應該推動一些政策 確保重要的勞工能夠返回工作崗位 但目前主要的幾個大國都沒有針對糧食這方面 作出任何對策 這就是問題 實情供應是充足的 只不過如何確保供應鏈不斷裂就是問題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指出 今年全球的稻米和小麥生產量 估計達到12.6億噸 遠高於消耗量 理論上不會有缺糧問題 除非全球糧食的供應鏈遭到破壞 因為有很多國家都在實施禁足令 包括稻米出口最多的國家就是印度 十幾億人口 十四五億人口全部都禁足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有物流已經停止了 我們回到1月2月初時香港的情況 當時正正因為供應鏈暫時斷裂了 因為過年 實際上每年過年 超市內的貨架上 很多貨品都未能夠補足得那麼快 因為過年 起碼年30年沒有人上班 年初1、2、3、4年也沒有人上班 在這樣的情況下 超市的貨架本身已經會有供應短缺的情況 每一年都會有的 再加上疫情的發展 使得更多人去團職的物資 包括買廁紙、買米 什麼都買一餐 總之超市什麼都沒有 大家都回憶到那時候的情況 那時候的情況 就是區域性的供應鏈斷裂 暫時性的而且是 一旦那些勞工陸續上班以後 其實大家都看到超市的貨架是補充足的 到了2月中的時候 所有物資、廁紙、一條二條 堆積如山 那些米多到你都不買了 好了 但我覺得今次的搶購潮是無可口非的 因為基本因素改變了 什麼基本因素? 上次大家都知道是暫時性的 是區域性的 因為農曆新年使得勞工沒有上班 一旦上班以後就會恢復物流正常 結果就是真的 但今次就演變成全球的問題 不再是局限於某一個區域 因為全球已經是大流行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一些國家就開始實施糧食出口限制 其實等同於禁運的 暫時性 但是當問題由區域性演變成全球性的時候 很難怪會有這麼多人去搶購大米或雞蛋 真是無可口非的 所謂執書行頭就慘過敗家 現在就說禁七天 七天以後解禁 好地地 如果七天又七天 七天又再七天 那怎麼辦呢? 這就是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在數 而且特區政府 我又覺得 在長期來說 應該再次服役本地農業 復興它 發展它 就不是一味打壓 這個問題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多次提及過了 特區政府完全是賤視第一產業 包括農業和漁業 農業方面 有很多東西可以作為 新界有這麼多棄耕地 不用全部拿來蓋房子 是不是? 你蓋房子也蓋不太多 蓋不太快 有這麼多棄耕地 為什麼你不好好地利用它呢? 包括發展高薪科技的農業 沒有人叫你好像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這樣 走去深耕物直 那些太過辛苦 也不符合經濟原則 沒有人會去做 而且太辛苦了 三四點就要起床 沒有人叫你去中和道 這麼多棄耕地 你是不是可以想想 在這些田地上 發展高薪科技的農業 比如說水耕發 你搞一個創新及科技局出來搞什麼? 農業也有高薪科技 你有沒有思考過這個路向? 不要一味依賴進口 單靠進口 有什麼冬瓜豆腐的時候 一旦有什麼實施禁運 那香港人吃什麼? 吃草嗎? 你猜真是 神經病 特區政府要想想這些才行 不要一味收了別人的珠牆 一味收了別人的雞牆 一味收了別人的雞牆 一味打壓農業 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這些都是就業機會 這些都是產值 你可以建立一個屬於香港的農業品牌 有沒有想過這些呢? 整群特區政府都沒有想過 一味認識 我們要擔沙田海 明日大魚 這些不用五千億的發展高薪科技農業 已經很便宜就可以了 別人外國的發展已經非常純熟了 你一聲令下引入這些技術 不用花太多錢就已經完成了 不過你一定不會做的 因為這群人全部都是私為素餐 總之過了一天就只有一天 做一天特首就敲一天中 這些人是沒有意義的 告訴你 接著又說說政府的所謂防控措施 又是擾民的 剛才香港電台有一個直播 整群的所謂執法人員 包括那些警察 就去食店騷擾那些食客 你去檢查別人的椅子 桌椅子是否1.5米 早上去可以嗎? 中午可以嗎? 是要現在晚市 今天星期六晚市 就算怎樣下跌的人數 都叫做多人 你又要在這些時間去做show 結果你執法人員就十幾二十多人了 再加上後面跟著那些記者 二、三十人 那你豈不是和你的防控措施 目標是背道而馳 豈不是為食客帶來很高的風險 那麼多人湧過去做什麼? 你那個措施是說什麼? 是要減少人群聚集的機會 真是多餘 而且特區政府的措施 不單止擾民 還被人質疑 你這麼戲院 這麼專門 這麼波樓 沒問題 但是為什麼有些特定的行業 你不禁止? 竹館不禁止 馬場不禁止 馬攬也不禁止 為什麼那些不禁止? 請問是否有特權? 四個人在打牌 沒有風險嗎? 坐得這麼密的那些人 你不去竹館限制人家 馬場那些要不要拉斜 喂 十四隻馬一起並排 在日集商那裡 那些騎士之間 有沒有去拘捕? 跑島沒有那麼寬 你怎麼去做? 這些措施是 為什麼馬場有特權? 為什麼竹館有特權? 馬攬你不需要全部掃黃 這些政策是多餘的 最好的辦法就是 由你特區政府宣布禁足零十四天 二十一天或二十八天 多少天都好 由你特區政府統一作出補貼 為所有企業和所有僱員 你這麼喜歡用緊急法 為什麼這時候不用緊急法 宣布全港的業主停止收租一個月 所有人都病在家 二十八天 每一天你就補貼所有市民 多少錢 補貼那些企業會 每一家多少錢 外國政府全部都是這樣做的 你這個防控的工作要做得充足 要做得有成效 一定要這樣雷厲風行 一定要一刀切去做的 不像你現在這樣 禁止又不禁止 難道馬場沒有風險嗎? 叫那些騎士帶著口罩來跑馬? 你們這些人都瘋了 一個黑刺就噴在旁邊的騎士那裡 噴在馬那裡 這隻馬也可能會中招 剛剛才 那你不停了他? 難道賽馬會有特權嗎? 而且說這個拜山師 也離譜了 拜山多於四人的數目活動 就不獲豁免了 除非你一班人都住在同一間屋 哪些人可以豁免呢? 就說喪禮為了哀悼 尚未入土或者火化的先人的祭祀 或者儀式 即是你剛剛走的 他就讓你豁免白事 可以聚集 如果你拜山 製造就不可以了 那沒問題 神中追縣有很多方式 包括遙渠的神中追縣也可以 湖北省有些叫做代客拜山 但是你搞得這麼複雜 又要為甚麼呢? 一會兒又說多於四人的拜山活動就不行 又說要同一居所的人就行 你弄得這麼複雜 那些市民都聽不懂 對不對? 你最好的辦法就是 一刀切 大家今年都沒做了 你停十四天也好 幾天也好 每天給錢給市民 給錢給企業 今天就搞得定 為甚麼不去做這些事呢? 每天都在這裏 又哪些豁免 又哪些不行 妖民 使得市民容易誤墮 我發網 而且達不到你防控的目標 告訴你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